时至今日 地球上人类总人口已经达到70亿 虽然科技已经发生质的突变 但关于人类的起源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人类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处 这个问题的探索历程还很遥远 著名的战斗民族给出他们自己的见解 以独特的视角诠释人类的始终 时间来到未来2250年 地点高科技城市莫斯赫 此时的科技水平相当发达 城市中的街道墙壁充斥着绚丽的广告 漫天的无人机有条不绪 携带各种商品送货上门 真正达到了足不出户就可以购物 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撑 能源让人类进步 同时也是灾难 就有这么一天让人类意想不到 正在飞行的飞机突然失灵 夜晚灯火璀璨的地球 瞬间一片漆黑 仿佛跌落到地狱一般 政府机构马上开始行动调查 首先安否民众不要惊慌 目前除了莫斯科外 其他地区都失去了联系 一条公路的路灯 离开莫斯科边界的都变黑了 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军方正在想办法重新连接 一支训练游素的特种小队 由少校亲自带队前往调查 随行的还有一名女记者 小队成员各个训练游素 神经百战 可面对这种情景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 黑夜安静的可怕 没有一丝火雾的动静 超市没有任何抢劫迹象 路人却安静地死在了一旁 无像是受到攻击 也不像是生病 居民家的晚餐安静地摆着 连饭都还没有凉透 似乎他们还在吃饭时 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正当大家不解释 其中一名队员遭到了攻击 神秘物趁着黑夜从高楼跳下 他们被迫中止了行动 迅速抢救伤员 之后关于外面的视频遭到公布 面对未知的事物 民众开始担忧 越来越多的宗教信徒 大肆宣扬末日的到来 仅存的少数人类 还陷入自我斗争中 不知该说可悲还是可笑 一个月前还繁华的街道 现如今变得满目创仪 内湾交困之际 军方召集了兵力 在莫斯科和外界的交接处 建立了防线 成立前哨基地 应对突发袭击 第二派得力干将 科娃女忠孝前来指挥 可以说人类为此堵上了一切 忠孝简单介绍当下情况 除了莫斯科之外 其他地区没有活人的迹象 一种神经毒素毒死 尚基为了调查更为清楚 成立赶死队 更危险的到达危险地带调查 此前已经派出过一整个军团 很可惜所有人都消失不见 包括七十辆坦克 后续派出的小队也都杳无音讯 他们此次前去 凶多吉少 还没等他们主动出击 对方趁着黑夜发起了攻势 基地所有人员全副武装 随着目标的前进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只见一圈黑色的物体 疯了一样冲向了他们 枪声 惨叫声混合在一起 等再次天亮 人类军团损失惨重 袭击他们的居然是黑熊组成的军团 本应该是独居的动物 为何会聚集这么多 还主动向人类发起了进攻 疑惑越来越多 事情远超乎想象 军风意识到事态严重性 不得不动用神秘超能力 在一家神秘的医院中 住着一位超感应小伙 他没有超能力 只是知道一些人类不知道的事情 他梦见了圈外的人 成群结队游走大街 然后突然被吓醒 身边做了一位叫欣雅的小伙 他声称是被ID派来的 说世界将会被毁灭掉 第一波攻击会摧毁所有电子设备 第二波会启动所有生物自我毁灭 第三波会让所有人活着的人 在隔离区内攻击我们 事情还没有发生 想要阻止还是有可能的 ID邀请他加入一起反抗 说完便消失不见 另一方面赶死队深入敌后调查 如果断桥时 被眼前的镜像所惊呆 大楼被轰烂 坦克被烧焦 他们的敌人到底是谁 怎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赶死队拼命调查真相 而圈内的幸存民众 还游街抗议 和军方发生了冲突 制造了混乱 商店被抢 汽车被烧毁 比起外面的危险 内部的似乎更加可怕 上层更加急于揭开秘密 数字小队被派出 由咕噜带领小分队 驻扎在居民社区 等待着进一步的指示 此时超感小伙遇到神秘人 他声称自己就是ID 他的本名叫做佩奇 拥有可以控制人类思维的能力 用人类的语言 他就是所谓的神 他来自一颗很遥远的星系 他们的母星即将毁灭 需要一颗新的星球 在20万年前 他们找到地球 但是整个族群前往这里 需要20万年的飞行 所以通过星期跳跃 暂时派了小队 佩奇就是小队中的一员 他们主要目的就是改造地球 达到适合居住的环境 为此通过基因工程改造 人类便诞生 也就是相当于病毒 设计当初 人类便是一个机器 佩奇一族 可以控制所有人类思想 他们就是中央控制器 本计划用20万年改造地球 没想到提前了几千年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佩奇小队也因为各种原因 内斗抢夺地球霸权 死亡了很多 最后只剩下两个佩奇 在族群到达之前 所有人类都将会被毁灭 辐射照射地球 人类会成为傀儡 但是佩奇通过技术 建立了安全区 所以莫斯科地区才会幸免 外面的人类并没有死 只是成为机器而已 接下来 他们会攻击安全区以达到目的 幸存的另一个佩奇就是猪脑 只要人类活下去不是没有办法 只要干掉佩奇二号 人类就会有获胜的机会 佩奇一族可以改造自身 只要没有人杀他 基本可以一直存活 他也可以让普通人类修复 辛亚原来是一个脑瘫 经过他的意志变成了正常人 成为他中心的仆人 超感小伙是人类中的佼佼者 他能够通过超能力 赶持佩奇二号的位置 所以他非常的重要 正如他所说 咕噜小队当晚救了一个孩子 没有想到拿到捅了队员 楼下更是聚集了大量平民 他们手持武器无所畏惧 对着小队成员就是一顿火力压制 超面惨烈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 其他小队也遭到了攻击 四面八方的敌人将他们团团包围 战车坦克均被销毁 前线基地接受到各方请求支援的信号 少校紧急调动所有人员集合 正打算营救部下时 女中校带着佩奇和超感小伙到达 他们需要在最接近前线的地方感应佩奇二号 在佩奇一号的指引下 超感小伙感应到佩奇二号的具体位置 得到消息 佩奇面临调动小队前去寻找 同时莫斯科方面也传来消息 他们遭遇到攻击 防线已经被迫 情况紧急 少校不得不吐一把 大部队留在基地 小部分前往复死 其中超感小伙也被留下 他们刚刚离开没有多久 漫天的导弹袭击了基地 一瞬间整个军团化为祸害 超感小伙在感应佩奇二号的时候 他的所在位置也遭到曝光 佩奇一号知道基地会被毁灭 所以选择了牺牲 隐瞒了消息 按照他的解释 为了最后胜利 死亡在所难免 女中校很是愤怒 但是又不能杀他 小队经过一夜的前行 找到幸存人员古炉和记者 整个人的希望全部依靠他们 佩奇捡到古炉第一眼 告诉他 有些人是为了战争而生 古炉就是专门创造出来的 能够在紧张的环境中保持清醒 花音刚落 车队遭遭阻拦 人群携带武器 背土了大斜 更有人携带炸弹腾空而跃 逼不得已 中校只能下令一路碾压 横冲直撞冲出了保卫圈 等战斗结束 场面异常惨烈 如果对面是正规部队 他们可能心里还会好受点 可是面对都是普通平民 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 也会于心不忍 佩奇安慰大家 这些都是傀儡而已 不必在意 在他眼里 所有人类都是创造出来的 不会被当作活生生命对待 佩奇二号在一艘大陆防顶指挥 撞甲车挡住入口阻挡了救援 枪管子都被打得火热 楼鼎的P7一号和二号也开战 他们都处于超能力范围 身体可以自由改造成盔甲 所以不屑于枪械直接用功夫过招 急一番教授 一号略显弱实 趁着二号走神时机 一招黑虎掏心 将二号干翻到地 拱炉在他身体中塞进燃烧弹 终结了搞事的外星人 二号死去 一号掌控了人类思想 让他们所有人死机停止了行动 经过他这么一搞 地球上陷入了死机 人类只剩下仅存的几个人 P7一号终于说出了点想 当初设计人类基因中含有杀戮 战争成为成长的艰难历程 为了防止陷入无尽的毁灭当中 P7创造了宗教 教化人类要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 可惜被少数人利用 成为战争的催化剂 并借此威名发动截略 来满足少数人的欲望需求 P7一号要求剩下几个人 接着完成他们的工作 等P7一族母舰到达 接着战争杀戮 解决所有佩奇 她的手下辛亚产生质疑 佩奇完全可以在80亿人死亡之前阻止的 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反抗呢 佩奇认为她需要的活人已经足够 而且剩下的人会诞生新的文明 你们总是在心中祈祷上帝 而如今你们和上帝同在 言外之意她就是传说中的神 辛亚觉得佩奇的话很是荒唐 拿着刀刺向了她 可是却刺中了女中校 人类内部也产生了分歧 古炉认为应该听从命令 其他人认为应该杀了佩奇 于是再次陷入人类内斗档中 争斗之际 女自己者开枪 打上了一直保护她的古炉 辛亚冲向了佩奇 一起坠楼身亡 人类直辞下四名成员 两男两女 外形飞川已在此刻到达 旁大的舰体降落在城市中心 古炉被打残 其余三个进入飞川内部 和想象中不一样的是 内部没有安保 也没有防御设施 所有的佩奇艺术都处于休眠状态 数以百万休眠舱遍布了船体 他们必须在佩奇苏醒之前将其杀死 可是用枪根本来不及 于是将供养管道砍断 支线上的佩奇都会因为缺氧而死去 净化可是完美 大量供养液体流出 就在最后一根池 他们发现这里都是佩奇娃娃 面对孩子 他们下不了手 由于他们的鱿鱼不绝 佩奇异族的火种保留了下来 晚晚苏醒 人类扔掉了武器 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篇作为战斗民族的科幻 前兽基地 总体来说还是很可以的 特效 武器 战斗场面很真实 导演很想表达的是 关于人性的隐藏面 暴力和疯狂 如佩奇所说 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添加了暴力元素 是无论如何 也无法逃避的现实 整体来看 人类在知道外星人 入侵的情况下 不是同仇即开 团结一心 而是陷入自我斗争当中 高层趁乱夺取权力 底层趁机搞事情 有一种趁火打劫的意思 贪婪和私欲占据了人心 依旧在自我残杀 古鲁一直保护女记者 最后却遭到女记者伤害 导演无时无刻不再表达 内斗一词 人类基因也含有佩奇的一部分 从佩奇一号的行为来看 他们族群和人类 除了科技发达和寿命长之外 人性方面几乎一样 20万年前 他们先遣部队到达地球 20万年后 小队只剩下两只佩奇 相信其他成员肯定不是自杀 也不是自然死亡 人类是基本上杀不死他们的 结果只有一个 佩奇内斗 可能是为了争夺地球控制权 这么多年 他们内斗死了很多人 即便最后只剩下两个人 他们还是要决一次雄 他们掩藏的暴力元素更是厉害 佩奇一号不是单单毁灭人类 他最后还想毁灭自己的种族 科强他是多么的无情 结局是 人类放下了杀戮武器 不忍心伤害一所的孩子 仅是放弃暴力 放弃战争 换弃内心最深处的和平 人类是一个爱心和暴力多元化的物种 别让暴力填充了自己 这样只会带来毁灭 只有爱才能让世界更加的美好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